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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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開始上課 今天講的是溶解平衡 所以溶解平衡基本上已經進入到固體和液體之間的關係 那也有氣體到液體之間的關係 那溶解 英文是Cellubility 在高中其實很早以前在摸自然的時候 你們應該都有接觸到一些基本的觀念 溶解的話 最常看到一個理論 我們就看到like dissolves like 什麼叫like dissolves like 基本上我們先看一下溶解的平衡 基本上必須要進入到飽和容易才算溶解平衡 如果你今天放的水呢 鹽巴放到水裡面全部完全溶解了 所以這是標準的完全溶解的溶液 它並不是一個平衡狀態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知道說 在這個狀態 尤其這個狀態的時候呢 它的ΔG不是等於0 因為它不是平衡狀態 它基本上還會繼續溶更多 所以它會等於是 它的自由能變化會變小於0 因為你鹽巴一直放下去 它就一直溶解掉 一直等到像這個鹽巴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那這時候它才到進入到平衡狀態 所謂平衡狀態就是有兩個項已經平衡了 這時候你才能確定它的自由能的變化是等於0 它隨時可以從溶液中沉澱變成固體 固體也隨時有任何分子會溶解到水裡面 那之間它們達到一種平衡狀態 所以這才叫做溶解平衡 所以溶解平衡一定要看到固體存在 這時候它才是溶解平衡 那溶解的一開始最簡單的理論呢 最常看到的理論就是 這邊是先看一下它的自由能的變化 那自由能的變化基本上是說 通常我們說溶解呢 舉固體的來講 固體叫做solute 整個英文重要的英文單字呢 第一個當然是溶解度 solubility 再來呢是solvent 溶解 通常就是紫水或酒精 所以這是溶解 solute solute 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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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這一節裡面 通常指的是固體或是氣體 OK 最後solvent solvent solution 就是溶解加溶值 所以它是溶液 好 所以在 如果我們說直接溶值進入到溶液 如果我們寫方程式 通常是譬如是 NaCl 然後這時候它是固體 中療狀狀態呢 是 NaCl Aqueous OK 所以你說它的自由能量變化 像從這邊開始來看的話 它的自由能量變化應該是中療狀態 G呢是 NaCl 然後減掉 這邊是Aqueous 減掉 G NaCl Solid OK 所以是中療狀態呢 指的是溶液的 整個是solution的狀態 減掉溶值的狀態 溶值可能是固體或是氣體的狀態 平衡的時候 它們之間 我們剛才看到的圖形 就是當它有固體存在的時候呢 它們平衡是等於0 OK 好 這個式子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什麼缺陷的地方 如果從化學式來看 應該是這樣子 OK 這個式子出問題在 當你要寫完整的式子的時候 事實上是應該是 這個式子 加上了水 才會產生出 NaClAqueous 所以正確的式子應該是像下面這個式子 其子狀態是兩個 一個是溶值 溶值呢是指的是solid 另外一個呢是solid 溶劑 所以你看這個圖形 當如果把系統 劃在這個方格裡面呢 基本上這邊有固體的溶值的 自由能 還有液體的自由能 所以這個地方呢 應該是 還要再減掉原來水的 所以這邊還要點到gh2O liquid 整個式子要這樣子 所以這個基本概念呢 會建立在我們的 所以當我們要建立一個 溶解的熱力學模型 它的整個模型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考慮到 其實點有兩個 一個是溶值 一個是溶劑 中瞭點是溶液合在一起 所以到時候我們就把這個模型套到整個 不管是我們要在計算熱涵 或是entropy的變化 都是從這個地方來看 所以這基本的 要先讓大家弄清楚 它的自由能的計算 應該是這樣子出來 標準的 那我們剛才說過 在國中高中時期呢 第一個我們碰到就是 like dissolved light 也就是說呢 同樣的性質的 如果是疏水性 它們就會基本上會溶解疏水性 或是非極性的物質 會溶解非極性的物質 極性的物質 會溶解極性的物質 這是一個標準的例子 這標準的例子就是指 這個固體是指硫S8 S8是一個非極性的物質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它應該是一個黃罐的形狀 它是一個環繞在有點像這樣 S 然後這邊再加一個 所以它是類似這樣子的環環形狀S8 基本上它這樣環繞出來以後 它只能溶在非極性的物質 第一瓶 就上面這一瓶 基本上是把S8放在水裡面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它的固體和液體是分開的 它沒有辦法溶解 下面這一瓶是CS2 CS2它的分子結構 基本上像CO2一樣 因為S跟O是同一族的 所以它所產生出來的分子結構 是一個線型的 SP2混成軌域 所以它是SCS2 所以這是一個非極性的容易 所以硫巴放到裡面 它就全部溶解掉 所以這個是一個溶解現象 所以這是非極性溶解非極性 這是極性溶解非極性 所以基本上在高中的時候都學過這些東西 那事實上你會發現很多事情 並不是完全就一定是根據這一個定理來看 那我們先回顧一下 什麼物質是極性 什麼物質是非極性 這是課本的一開始一些簡單的練習 好 在這個是指的說 如果在有機化物裡面 那有機化物通常指的就像 常鏈的碳原子化物 那這邊是CH3 CH2 CH2 CH3 那這邊CH3 好 如果有其他這些取代機 把H一個 H拿掉 就是CH2 接其他的官能機 OK 第一個是接氨機 氨機是NH2 所以它本身它會不會變成是極性 極性還非極性的物質 這是極性 因為它本身還會產生出氫件 所以這是安類的結構 所以它如果是接一個NH2H 那第一個它本身的負電度很大 再加上這個H 所以這本身就會去吸引其他的H 產生出氫件 所以這個是一個極性的化物 安類 好 那如果是接甲基的話 那因為它本身跟原來的骨架是一樣 所以呢 這個一定是非極性 如果它直接接CH3的話 如果是接氏 請問接氏它是極性還非極性 你覺得 你覺得 認為是極性的請舉手 1 2 3 4 認為是非極性的請舉手 只有一個 好 我們看極性和非極性 其實是坐落在它的劍上面 然後在整個分子上面的表現 如果你看它的墊覆度的話 這邊的C是2.6 那氏是3.0 所以它們是有極性存在 但這個極性非常的弱 因為它們墊覆度的值呢 基本上只有差0.4而已 所以使得呢 如果當你的化物裡面呢 有加乳素元素的話 不管是加BR或加CL 佛當然就比較大 當加這兩個的時候呢 它是一個弱極性的化物 但事實上呢 它大部分情形是屬於非極性的化物 它溶解在脂肪內 所以當你任何物 人體呢 一吸收類似有機乳化物的 有機化物的時候呢 它並不是會溶在水裡面 它事實上是溶在脂肪 你的脂肪裡面 那最常看到的 會有放乳素元素在它的有機化物旁邊呢 最常看到就是殺蟲劑 所以殺蟲劑本身 其實呢 你會吸收 如果它會溶在水裡面 它就排掉 可是它不溶在水裡面 它一直累積在你的脂肪裡面 那所以呢 基本上它是屬於非極性的物質 很弱 OK 所以大部分它是屬於溶在 它是屬於輸水性的物質 它是非常弱的一個極性化物 那如果再加上旁邊這些呢 長鏈鏡越長的話 它就越有非極性了 OK 好 酸類 那這幾個標準的 這個酸類或者是吸氨類 這本身都是一個極性化物 那我們就不多講了 所以基本上非極性只有兩個 CH3甲基或者是氯 還有氯它也是一個非極性的化物 因為它的電腹度差其實蠻少的 好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 下面何者是為氫水性 哪些是氏水性 第一個我們看到的是acetic acid 就是乙酸 乙酸其實 剛才我們就講過 它只要是酸基在旁邊 它產生出來的極性非常的強 又加上它有氫溅 所以乙酸是 這邊是COOH 這是一個很強的極性件 然後再加一個甲基 所以這個一定是氫水性化物 因為這個地方 不管是這個接氫原子 或是這個去攻擊人家的氧原子 所以它會產生出蠻強的氫件 而且甚至會有一些藕集 聚在一起的 有氫酸基不代表 它一定會變成氫水性 的原因是 如果你旁邊的這個R基變很大 那變到多大 1 2 3 4 5 6 7 8 9 到現在為止 這個還會融在水裡面 然後碳再加上去以後 9個碳再加上10個碳 通常我們在動物脂肪 或者是植物油裡面 通常大概到12個碳到18個碳不等 9個酸類旁邊接9個碳以後 隨著碳數越增加 那它的溶解度就銳減 到12它已經幾乎不溶在水裡面了 所以即使旁邊有這麼強的一個極性的原子團 只要這邊它的非極性的原子團夠長 再加上這些長分子 如果它在室溫底下它會捲在一起 還會回包這個極性團 所以它把極性團可能都把它繞在一起 所以越長鏈越不容易溶在水裡面 它就會進入到脂肪酸 脂肪酸其實它就是一個酸類結構 只要超過9個碳以上 它幾乎都不溶在水裡面 這個情形就發生在所謂的三酸甘油脂肪酸 這個是甘油本身 甘油本身它是一個極性化物 它就是屬於純類的結構 所以這個有三個純基 所以它一定溶在水裡面 加上它如果子化跟這些酸類子化以後 雖然這個地方是有一點極性 但極性對整個分子的影響其實少之又少 所以這個是不能溶在水裡面的 這是很標準的三酸甘油 它基本上它不會脂肪酸 那它基本上它就不會溶在水裡面 但是這三個酸如果其中一個換成磷酸基的話 所以這三個酸裡面其中有一個 像這個地方是一個磷酸基 那磷酸基你把它看成像一個眼淚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磷酸本身帶來是負電荷 那這邊的氨基的地方帶來是正電荷 所以這個地方本身它的電子密度的分布非常的不均勻 那這個電子集中在這個磷酸的地方 那這個NH3反而是一個缺電子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它的電子密度分布非常不均勻 所以這邊是變極性的端 那這邊變成是非極性的端 就變成像這樣 這個分子就變成很有趣了 那所以有趣的是因為這邊是極性端 這邊是非極性端 那這樣子就會造成我們在化學裡面 或者是在高中你們曾經學過 類似那個肥皂的結構 這個磷酸脂肪本身就變成是一個標準的介面活性劑 介面活性劑代表說這個極性端 它會融在水裡面 這邊非脂肪的地方 非極性的物質它會聚集在一起 變成類似一個小球小球一樣 好 那這個地方就是代表是說 如果今天是上面是油 下面是水 這是醋 這個是我從一個義大利餐廳裡面拍出來的 你知道這是幹嘛 第一個我們知道它一定會分開 因為上面是橄欖油 下面是一個紅酒醋 那所以當你們沙拉拿過來的時候 或是說你麵包 通常你吃麵包呢 麵包在義大利餐廳他們不直接塗奶油 有些是在一些西餐廳它塗奶油 但有些是沾的橄欖油吃 所以你先倒上面的橄欖油倒出來 那如果你覺得橄欖油實在太膩了 你就加一點紅酒醋 紅酒醋就從這個地方倒出來 這邊這個 所以你往這邊倒的時候 它是倒橄欖油 往另外一邊倒它就變成是紅酒醋 這樣看得懂嗎 還有一個更 還有一個更 如果你去一些比較古典的義大利餐廳 它有些這個濃氣設計更典雅 就是它中間有一個玻璃瓶 玻璃瓶裡面放的是橄欖油 然後外面放的是醋 所以這個是用來做 一開始餐前菜的時候 或是在沙拉裡面 你也可以這樣做 就是做義大利醋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下面是兩個維他命 這小顆的就是維他命C 這大的叫維他命K 那請問誰是脂肪 溶於脂肪 哪一個是溶於水 那我們先看一下 碳原子本身是灰色的球 那紅色 只要一看到球 紅色都是指的氧原子 白色代表是氫原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顆小的分子 它有一大堆的氧 這個氧存在它可能是雙腱的氧 那氧旁邊有氫的話就是純基 所以它至少有一個純基 兩個純基 三個純基 四個純基 所以這個維他命C 其實是一定會濃於水 又小 那這個旁邊脂肪 維他命K旁邊有一大堆 有一個長鏈的CH 那這脂肪軸呢 只要這個長鏈一旦變長以後呢 它即使前面雖然有純基 它的所影響力就變小 一旦變小呢 這整個分子就變成是脂 溶於脂肪 所以這是脂溶性的維生素 那另外一邊就是水溶性的維生素 OK 這樣清楚嗎 好 那我們就回到看介命活性劑 介命活性劑呢 基本上最常看到應用就是在清潔劑上面 和或者是肥皂上面 早期的肥皂呢 其實就是油類再加上氫氧化鈉 然後把它基本上做一些處理以後呢 它酸的部分就會有NH症 這個地方是COO的capacic group 就是吸酸的根 然後這邊有NH症 OK 那suffectant就是精密活性劑 最重要就是它有一端是極性端 另外一端呢是非極性端 就是一個是疏水端 這邊是疏水的整個機構 這邊是清水的機構 所以當它呢放到水裡面以後呢 它通常會產生出這樣子的球爆形狀 這個球呢代表是極性端 就指這個是極性端 那這個乙巴呢代表是它脂肪軸 那脂肪軸會聚在一起 然後這邊呢它的極性端就會 鋪在外面 鋪在外面呢它就跟水清合在一起 所以它就變成像這樣的情形 就變一個球一個球一個球 那到變成這樣的情形 你其實就很難判斷說 你要怎麼解釋說它到底是 是溶解呢還是不溶解 所以當我們所謂的 進入到乳化現象的時候呢 溶解就變成是 原來傳統式溶解就變成比較有一點爭議性 那我們就直接講這個界面活性劑 那界面活性劑呢 所謂的肥皂就是說 通常不用肥皂 就代表說你在清潔東西的時候 用水就可以把它溶解掉了 那水洗不乾淨 代表說那些東西不溶在水裡面 不溶在水裡面 基本上它就是它是非極性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藉由清潔劑 那這清潔劑呢一邊是溶在水裡面 一邊是溶在非極性的物質裡面 所以它就會把它整個插入到非極性物質 那這非極性物質表面 全部都是屬於清水性的東西 所以它就會溶在水裡面清潔掉 好 那這個地方有兩個清潔劑 第一個呢是COO它當極性端 另外一個是SO3 這兩個差別是在哪裡 上面COO端C本身是比較小的原子 在小的原子的基本上呢 它很容易跟氧離子產生強的靜電作用力 所以舉個例子 如果今天水裡面是硬水的話 它是鈣 有鈣離子在裡面 它就僅抓著鈣離子不放 一旦僅抓著鈣離子不放 它就很容易沉澱掉 所以這是傳統的肥皂裡面 它不能在硬水裡面洗的關係 就是因為它抓著鈣離子不放 它就失去了它的極性端的功能 那後來就改進的方法就是 就是把這碳原子改成是硫原子 所以它的原子可能變比較大 所以它之間的靜電作用力就變比較小 所以它就很容易把鈣離子釋放掉 所以下面這個所謂typical surfactant iron 本身呢它可以在硬水裡面洗 洗了還有清潔作用 這樣子清楚嗎 所以就是它改進的方式呢 其實是用換不同的原子 讓它這個極性端變比較弱一點 還是可以清潔 好 建綿活性劑最常使用的 在飲食上面就是做美乃滋 另外一個就是做女孩子最常使用的乳液 或是清潔劑 我們這邊就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怎麼做出乳液或是 這個是洗潔劑 就是你們洗碗機沙拉多 所以這個我們剛才看到就是它是硫酸根在 就是在後面 然後這是 我用的是比較便宜的沙拉多 是沙拉油 那當然美容劑裡面它不會用那麼爛的油 就會用好一點的油 那那個好油我們花不起 我們用這個簡單的油 然後再來這瓶呢 就是水 所以你要把水 水跟這個放在一起它是不溶的 就剛才你們看到那個醋跟那個橄欖油一樣 它是不會溶的 它基本上是放在 就像這個它不會溶 我們試試看 這是加鹽和糖 什麼 加鹽和糖 我不知道做美乃滋 不是 我們現在只是做一些示範而已 加鹽和糖 我們下一堂課好了 這個只是告訴你 我們先加油好了 OK 加油 加油 我們加到大概 這個是50ml的燒杯 我們加到25好了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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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到 這個口太小了 待會兒我們再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是 好 這是油 加一點點水 如果你想要變很濃的話 就水加少一點 水加多一點它就變起雲劑了 我們先加一點點水 所以水在下面 水是比較重的 你看不太出 我把它放進去一點 我加一點點這樣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可以 有沒有人看得到它有 有 有兩層 OK 如果有興趣 待會待會自己來 下課你來玩一下就可以 好 所以我把它攪拌 它有溶是因為我剛才做實驗裡面 還有清潔劑在裡面 它其實溶得不夠漂亮 這樣有點像起雲劑 你只要放在果汁裡面 看起來它就變濃濃的 我們再把界面活性劑 因為它事實上是不溶的 因為它水和油是不溶的 讓它可以溶在一起的 就是把界面活性劑也放進去 對 我們剛才說 清潔劑一定是界面活性劑 因為它一邊要溶在水裡面 一邊要插到那個非極性的物質裡面 不管是說醬油或是一些物質上面 我怎麼還沒打開 加多一點 這個乳液就變成是清潔式的 cleanser 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 越來越白 然後腳越久的話 其實你用一些形 它就變白了有沒有 有點像白色乳液 然後如果速度越快 如果有打那個攪拌器的話 它就整個都變成是乳液狀 衛生紙借我一下 這個可以用嗎 你可以用手洗一洗 然後我們這時候 你再把它放一些香精進去 它就變很香的乳液了 所以這邊就變白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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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油 對 對 擠太多有點浪費 這到時候被我太太罵死 所以你攪拌越久 它就越白 為什麼會越白 有沒有人知道 會 泡沫月系 泡沫月系 它所謂的泡 你所謂泡沫是包空氣嗎 就是那個分子球 我們把這個 因為你有金面迴信劑的話 就剛才那位同學講的 它會變成像這樣的情形 OK 所以呢 外面這個球是包水 裡面是包的是 我們剛才說的沙拉油 OK 如果你這個球越多 所有的液體都是這個小球的話 基本上呢 它會變成散色的現象 就光一進來以後 事實上還沒吸收就被散掉了 OK 所以每一個都是小球 球越細它就越白 所以呢 乳化現象 平常你們喝的牛奶 也是一個乳化現象 豆漿也是乳化現象 OK 是 牛奶它本身有水 可是它本身 如果你們去網路看 打一個叫Fresh cream的話 剛剛擠出來的牛奶 上面一層是很厚的鮮奶油 OK 那剩下的呢 一些融在水裡面 事實上就像這種泡泡狀 它是呢 因為蛋白質本身 下次我們會談 蛋白質本身有酥水性和清水性肌 那這蛋白質本身呢 有些部分就包著水裡面 有些就包在油裡面 讓這個牛奶裡面的脂肪 可以融在水裡面 所以它整個是白色的 那像豆漿也是一樣 豆漿也是白色的 對 它也是乳化現象 這看起來很像豆漿 我都不能喝 好 請大家喝 有興趣一下 待會你們可以玩一下 水加少一點 它就越來越濃 那水加多一點 如果一直加水下去 它就變成是起雲劑了 好 像這種梅乃滋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現在變成這麼厚 濃厚呢 基本上它用的水非常的少 下堂課呢 如果我們時間夠的話 就下禮拜五 如果時間夠的話 我們就可以拿一個雞蛋來試 那雞蛋的蛋白的地方呢 它有一大堆的零子酸 所以它可以做界面活性劑 所以基本上呢 蛋黃裡面 它很多的是脂肪 還有很多的零子酸 所以它如果再加水 再加沙拉油 就變成是標準的美乃滋 所以美乃滋其實是很油的東西 那它因為油很多 所以吃起來就蠻好吃的 滑滑的 OK 那這是脂肪 脂肪 在這邊 然後這邊再把它加上去 所以這個可以當成是 類似非極性的物質 那它可以融在裡面 你只要再加一點界面活性劑 然後把它稀釋一點 它就變成起銀劑 那很多果汁裡面就開始 其實化學家一開始發展這個東西 不是用來做這個所謂的起銀劑 它其實一開始是用來 類似油一樣 但是它是用來做高分子加工 希望它的分子 因為高分子本身是一個長鏈分子 那長鏈分子加工的時候 你要把它變成是一個塑膠形狀 不同造型的時候 你要讓它可以流動 然後在模子裡面可以流動 那有時候流動性不好 因為它們分子實在糾纏太嚴重了 你就加一些塑化劑 塑化劑只要卡在那個長鏈分子的時候 因為它空間就變大 所以這個長鏈分子就開始有 它比較容易流動 它的黏制係數就變少 所以這個本身本來加 是加在高分子上面 用來加工用的 然後讓這個整個分子能夠 尤其在不管是PVC 或是其他物質 它的鏈之間容易糾纏在一起 結果沒想到 就是全世界就有一個國家的人 特別聰明 把它拿來用來做食物的加工 那害得大家 大人都沒有關係 小孩子吃的就不太好 因為他已經很接近人的性荷爾蒙 某種性荷爾蒙 那使得他呢 在小時候如果這個物質太多的話 他就會被抑制他的性別的成長 成熟度 所以這是最嚴重的 要不然成人吃下去 大概24小時就被排掉了 所以也不是太嚴重 還是不要做最好 OK 好 界面活性劑呢 有用來非常多的不同的地方 它的用途是越來越廣 尤其是在奈米科技裡面 在生物裡面 第一個就是這個磷子質呢 本身它可以包成 你要知道這種磷子質 就是標準的細胞膜的成分 所以細胞膜本身就是一個這種磷子質 那這磷子質排成這樣 其實它就是類似一種液晶結構 它可以滑動 那這磷子質做得好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接 它某些地方可以當成是一個接受器 或是抓的某些藥物 在固定的地方 所以它這個地方可以包的藥物 然後外面可以抓一些接受器 這接受器可以專門呢 瞄準你的脹氣 譬如你哪個地方有問題 那你最重要 最近想要發展就是類似癌症細胞一樣 那你就把這個癌症細胞的藥物呢 放在裡面 那外面接受器專門去抓 不管是肝臟細胞或者是肺臟細胞 那到那個地方以後呢 再由其他的機構把這整個球呢 把它挖解掉 藥就跑出來了 所以這是用來藥物遞送的一個新方法 那它發展一陣子還蠻成熟的 它會讓你呢 吃了藥以後呢 在某些物質的 某些脹氣呢 它的作用特別好 OK 然後也可以放常時效的藥物 另外一個就是 現在呢 最常使用的一個奈米科技叫做量子點 那量子點 不管是量子點 或是你奈米科技做出來顆粒大小 如果是金屬的話 它很容易聚集在一起 一旦聚集在一起 它就從奈米顆粒變成是毫米顆粒 毫米顆粒再多一點 它就變成是公分顆粒 再來就變成是大顆粒 就不是你們奈米顆粒 所以奈米顆粒一做出來以後 一定要先包 很多情形都要先包表面 就是所謂的第一個就是Suffectant 那Suffectant呢 基本上你要先一端呢 是能夠清所謂的金屬基 清金屬基呢 如果是金原子通常 它接金原子的地方通常是用硫 硫原子和硫和金之間呢 它之間的化學界特別強 那如果是其他金屬的話 它就用不同的活性界面劑 那包了以後呢 這時候它的奈米顆粒就不會聚集在一起了 那這邊呢 它的界面活性劑還可以做調整 因為有時候你是要融在水裡面 所以這外圍的這個地方 你就要變成清水性 如果它是融在油裡面 它就要把它變成是 就是輸水性的物質 所以界面活性劑在奈米顆粒裡面 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玩的遊戲 就化學家可以在裡面 扮演蠻重要的角色 好 現在我們接下來就開始看正式的課程 那正式的課程 一開始就是從樂律學我們來解釋 欸 對不起 不小心按得到 好 第一個我們剛才說過 所謂的極性溶液和非極性溶液 或是輸水性溶液和清水性溶液 那會互相排斥不會融在一起 那如果我們細細的分析的話 極性物質和非極性物質 或是清水性物質和非清水性物質 有幾個類似的作用力 如果是所謂的清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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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清水加清水的一個是溶液一個是溶液 那它們之間作用力呢 一個是diple-diple 然後再來就是vandwa作用力vandwa 所以它跟這個清水性 就水的本身呢 它也是diple-diple 那vandwa 最多它還會有一個hydrogen bonding 這邊hydrogen bonding 好 那輸水性的物質 它們之間的作用力 加上 那輸水性跟輸水性只有弱作用力 所以它之間只有vandwa作用力 vandwa我就用vdw 或者是你要把它稱random force也可以 所以這兩個之間只有vandwa force 那上面呢是有diple-diple vandwa甚至有hydrogen bonding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問 如果輸水性和輸水性是vandwa force的話 它們會融在一起 那我如果把這個輸水性的soluid 放到這個清水性的soluid 它們之間作用力是什麼 這作用力只有vandwa force 對不對 即使這清水性本身有diple-diple 或是有hydrogen bonding 但是呢對輸水性的soluid 放進去呢 它們也只有vandwa force 好 輸水性和輸水性的soluid 和soluid 它也是只有vandwa force 那為什麼這個作用力呢 都是vandwa force 這輸水性無法進入到這個地方 我的論點大家清不清楚 也就是說 輸水性的soluid和清水性的soluid 它也只有vandwa force 最多就是vandwa force 它跟輸水性的soluid 其實大不了 沒有什麼差別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不能融在 清水性的物質 這是我們待會要討論的 那要討論這個 你要先把整個融解的熱力學的 或者是所謂的物理現象 要把它定義清楚 那個模型要建立出來 正確模型建立出來 才能去解釋這個現象 這個已經看過 這個自然界你們平常都看到 那我如果從理論來看的話 照理說它會融解 為什麼它不融解 所以你的模型一定要符合這個情形 好 那不管說氣體和液體的融解 我們來看一下 它基本上還是不會脫離到標準的 delta g solution 那它等於是delta h 我把這個寫大一點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基礎的 我們上一堂課就已經提過了 一開始第一之後就提過 g等於h減掉tdelta s手本 好 我們這個地方分別依照兩個 一個叫gas的狀態 第二個是一個叫做固體 solid的狀態 來討論 不管是gas或solid 它在融解的時候 都有可能會有吸熱或放熱的情形 所以這個吸熱放熱就看材質 基本上就看你的化物跟清水 就是融劑跟融質之間的作用力 如果它的solution融解含 如果它是小於0 小於0代表說它是放熱的 這個融解是放熱反應 放熱反應就代表說 一開始這邊就是負的 這邊只是負的 所以如果它真的會溶解的話 這個delta s solution 在低溫底下 如果這個我們不考慮 零度k s solution 它就變小於0 所以這個delta g很容易就進行 因為它delta g是負的 所以通常對於放熱的融解反應 在低溫底下很容易進行 因為它造成的delta g是小於0 所以放熱融解 如果這個delta s solution 融解含它如果是大於0 大於0的話就代表是吸熱融解 那吸熱融解在低溫底下 如果0度k的時候 它會讓delta g是大於0 所以這個進行就無法進行了 所以如果你是吸熱的融解的話 它必須要到比較高溫 它就要受到後面的entropy的影響 要讓entropy大到某一種程度 使它這個值加起來或減起來會小於0 讓delta g小於0 所以這時候我們接下來就要討論entropy的變化 entropy的變化對gas融在水裡面 和固體融在水裡面差別在哪裡 所以entropy就熱涵的地方 基本上我們待會要建立一個模式 來解釋這個entropy 然後因為不同的物質還有不同的材質 它們之間的delta h的變化大小 entropy比較容易解釋 我們先按氣體 氣體的entropy是叫delta solution 然後解 是溶解以後 譬如是我們把溶解以後的 減掉其實的soluid 減掉soluid 好 soluid本身在這個位置上面 那gas原來是在上面 好 所以一開始呢 如果這個soluid本身是gas的話 這個值非常的大 因為它的亂度在這個位置上面 它空間特別大 如果大家還記得液體變到氣體 它體積是增加1000倍 我們用簡單的 所以體積越大的話 它的排列組合機會就越多 那一旦變成1000倍 它的排列組合幾乎是3次方或是5次方以上 所以這個值非常的大 所以對於gas 即使其他還有再大 也都沒有辦法跟它比 即使呢 這個東西 尤其是到我們如果跟solution來比較 solution呢 事實上是要把這個分子抓到這邊來 體積立刻縮小1000分之1 它在液體裡面 所以對於gas來講 不管任何物質它的時間吸引力 不管是極性的分子吸引力 或非極性物質吸引力 它的delta s solution 永遠都是小於0 因為它後來的最後狀態 它所產生出來的solution的entropy 都是在liquid 所以體積縮小很多 所以這個很小 這個是大 這個也是屬於小 那這小減大永遠都是負值 所以這基本上它一定是小於0 有沒有問題 所以gas的entropy 永遠都是小於0 它的變化永遠都是小於0 那solid剛好 固體剛好相反 固體呢基本上是這樣子 固體呢是一開始它是變成是晶體結構 在這個地方 然後液體呢是亂亂的在這個位置上面 然後液體呢是亂亂的在這個位置上面 它融結以後呢就進入到這個位置上面 它融結以後呢就進入到這個位置上面 它排率只有變大 所以它融結以後的entropy 一定比它一開始entropy還大 所以呢對於solid而言 固體而言 delta solution delta entropy的solution 一定是大於0 它entropy一定是變大 融結以後它entropy一定是變大 氣體的話融結一定會變小 OK 好 那這樣子來看的話 當它這個值呢是正值和負值 就完全受溫度影響就完全相反 Gas呢是負值 它的entropy是負值 solid它的entropy是正值 好 所以如果我們先看Gas好 Gas呢它是一個負的 所以我們看Gas 我們用橘色來表示 這個是一個負號 負號可以負號 所以這邊變正 隨著溫度上升 這個值就越來越大 溫度上升越來越大 代表說delta g就越來越大 它的變化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正 所以呢隨著溫度上升 Gas它的融結度就下降 因為它的溫度上升 使得負的delta s solution 再乘以溫度t 整個變成是正值 那到時候呢delta g solution 隨著溫度上升 它的值也變大 越不利於反應進行 就越來越正 那solid剛好相反 solid基本上這個值是正值 所以它後面這項 負的t乘以delta s solution 這邊是正的 乘以這個負的 所以正負 這整項是負值 這整項是負值呢 隨著溫度上升 後面這項值呢 就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會讓這delta g呢 整個往下降 所以呢固體 隨著溫度上升 它的溫解度就這樣增加 就越來越大 最主要是它們之間的 entropy變化是不一樣的 對gas來講 和對solid是不一樣 好 有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最常看到的 在國中或高中就學過 叫做henry slow henry slow 基本上它就不是用 它其實在固定的溫度底下 那隨著壓力增加以後呢 那因為它的分子變 就是液體上面的分子數目變多了 那分壓越大的話 那基本上它就會 分子數越多的話 就越容易跑到跟水 也就是這個地方呢 如果我們對氣體來講的話 它的分子數越大 壓力越大的話 這邊的分子數就越多 分子數越多 越容易進入到這個液體裡面 所以呢 使它的溫解度就這樣增加 OK 它的整個熱力學要導出來 其實比想像中的複雜一點 那我們就這邊呢 就直接還是利用高中的方程式 那這部分呢 我們就用henry slow 就是s的kh乘以p s呢是指它的溫解度 這邊指的是體積墨溶度 土積墨溶度呢 乘以它的液體上面的氣體的分壓 再乘以它的亨利常數 就等於它的溶解度 好 我們就從氣體溶解度來講 基本上氣體溶解度呢 跟高中所學的是一樣 那氣體的溶解在液體裡面的溶解的溶度呢 基本上呢是跟它的液體上面的氣體的分壓成正比 那這邊呢圖形有三個氣體 一個是Helion 一個是Nitrogen 一個是Oxygen 那隨著壓力增加呢 它的溶解度就越來越多 那剛好是成線性的 所以得到實驗結果 就直接得到這種線性關係 那斜率越高 代表說壓力越大的話 它溶解度就會變越大 所以呢斜率代表是說它的溶解 在水裡面的大小 程度大小是多少 那我們就舉個這個簡單的例子 做一下計算示範 那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就是 在湖水裡面適合生存的 生物的濃度呢 大概是1.3乘以10的-4次方m OK 墨出於L是m 所以基本上呢 氧氣的濃度呢 要大於這麼大的值 那現在呢 在地球上面的分壓 是0.21大氣壓力 那根據我們的 就是Henry Slow的話 請問一般湖水 它的氧氣濃度是不是 這氣也打錯了 OK 好 氧氣濃度是不是大於 適合 會不會大於等於1.3乘以10的-4次方 那我們就來看 Henry Slow呢 是濃度是S等於KH 乘以它的分壓 OK 那KH呢 對於Oxygen來看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1.3乘以10的-3 所以我們用1.3 乘以10的-3 那再乘以它的分壓 0.21 所以得到的結果是 2.73乘以10的-4次方 大於1.3乘以10的-4 所以在地球裡面 它的水本身都適合任何的生物存在 OK 好 再一個問題 這是課後的習題 9.28 The volume of the blood in the body of a certain deep sea diver is about six liters 就是說對於深海的潛水夫來講的話 大部分整個身體的血液總共大概是六升 OK 這是第一句話 那六升裡面呢 有55%是屬於血球細胞 那45%的體積呢 是血漿 所以只有這個血漿的部分才會融一些氣體 OK 好 那接下來就是 因為你在潛水的時候 這個題目其實要談的是潛水膚症 一些比較嚴重 不一定就是它在潛水的時候會發生一些其他的一些危險的事情 這個是氣體忽然膨脹的問題 因為呢 在潛水的時候呢 你吸的氣筒 譬如這個氣筒 本身呢是A 絕對不是用 不是用Oxygen 它不是用存氧 因為存氧進去呢 人會受不了 OK 所以呢 它裡面灌的都是空氣 那灌的空氣呢 基本上你一旦到了水深呢 像這個地方是93公尺 OK 93公尺呢 這時候呢 因為它的壓力就變大 93公尺呢 這時候的壓力是十大氣壓力 OK 那這十大氣壓力呢 融在水裡面 那這個氮氣呢 就會融在液體 就是血液裡面的 雪漿裡面 那請問呢 那這些融在水漿裡面 在93公尺的時候呢 它融在雪漿裡面的氮氣 當它浮到水面上面 就是不小心 你忽然 有時候呢 不小心呢 控制不好 那那個潛水浮呢 忽然就上升到水表面了 OK 會發生危險的時候 你想要立刻上升 那這時候會很大的危險 因為這時候呢 融在雪漿裡面的氮氣呢 忽然全部從 融在水裡面 血裡面的氮氣 全部變成氣體 那這氣體體積增加多少 那我們來算一下 這個題目就是要算說 原來在93公尺 十大氣壓力裡面的 它本身的 那個融解的氮氣 那現在呢 跑到表面上面 那這時候壓力變多少 一開始 我們先看一下 這邊呢是 S等於KH 乘以P 所以我們先講在93公尺下面 十大氣壓 那氮氣本身是 5.8乘以10的負4 所以這邊是5.8乘以10的負4 那這時候它的整個 外面的壓力是 十大氣壓力 那請問它氮氣的壓力是多少 它是乘以5分之4 所以這個時候它的濃度是 這個是m的濃度 得到的結果呢 應該是 大概是 分之4 4.8乘以10 5.4 這邊算出來是5.4 OK 4.64 對嗎 4.64 4.64 4.64 這邊 你們已經算好了 OK 好 謝謝 因為我發現我算錯了 好 下一個 那這時候呢 在雪漿裡面的 氮氣的總共末數是多少 所以你知道它這個是濃度 那雪漿本身呢 它的體積 我們先看雪漿的體積 雪漿中 雪漿的體積 那就是雪液的 原來是6升 乘以0.45% 乘以0.45% 這是它雪漿 所以大概是2.7升 所以這時候呢 融在雪漿裡面的氮氣 它的莫爾數 這個墨爾數呢 3.45% 就等於是2.7 乘以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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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度C 的時候 這時候呢 它的體積 所以這個呢 它的體積 對於N2來講 那這時候呢 它的溫度是310度K EATM 這體積就利用氣體方程式 它就等於是NRT除以V N就是指的這個 這個是指它的N 那R呢 就是用的是 所以N乘以0.082 再乘以310度 再除以當時候 對不起 當時候的壓力 這邊應該是壓力 是用EATM 所以這算出來的結果 應該是 應該成0.4乘以 乘以0.8 大概0.32左右 所以它體積大概是增加0.32 所以6公升的血液 然後它增加0.32 OK 所以 它體積就增加了這麼多 這麼多的320公升 如果它分布在血管裡面的話 忽然卡在微血管 這時候你就會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會痛 所以呢 如果驟然上升的話 這時候的氮氣來不及呢 從你的肺部 做氣體交換 那跑出去的時候 它就直接從你的微血管裡面呢 就開始有氣體在裡面 那在裡面它就卡在那個地方 所以突然上升 對於潛水部來講 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這個氮氣呢 融在血漿裡面氮氣 它就會佈滿在你的身體裡面 你就會非常痛苦 那痛苦的方法呢 怎麼樣救你 救你的方法呢 它們叫做去高氧 高壓的氧氣 高壓氣體倉裡面 這樣把你恢復到原來的 類似一大 十大氣壓力 或是變成八大氣壓力 那所有的氣體 再融在你的血漿裡面 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把它釋放出去 有時候呢 因為當時候你的氣泡 已經卡在微血管了 即使用重壓力 就是你進入到高壓的氣倉裡面 也沒有辦法 所以呢 它可能要花一個月時間 慢慢的讓你這個 身體裡面氣體 慢慢的融在血漿裡面 再排出去 所以潛水膚 最怕的就是突然上升 上升太快都很危險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就自由 我們剛才已經討論到 簡單的 entropy的變化 尤其對固體融在水裡面 和氣體融在水裡面 接下來我們就要 建立模式 這個熱含 怎麼樣子 當物體融在水裡面的時候呢 它的熱方程式是怎麼樣子 OK 好 這個是一個融解含的模型 這個融解含模型呢 叫做 limit enthalpy solution 那所謂的limit enthalpy solution 代表是說 它融在水裡面的濃度很稀 所以呢 一旦融值到水裡面的時候 你看不到另外一個融值 所以它們之間最重要的作用力呢 只有融值跟融劑之間作用力 OK 所以叫limit enthalpy of solution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模式是怎樣 我們先看固體好了 固體叫solid 那你要融在水裡面 它是變成是這樣子 solid我們用橘色來看 所以融在水裡面最後的狀態是這樣子 一大堆液體在裡面 然後中間有橘色的分子在裡面 所以我們這個叫solution 那起始狀態呢 是這樣子 這個地方呢 全部是固體 排在一起 然後呢 這邊是solid 融劑 就是純液體 就純液體 好 我們想要知道說 自由的變化呢 或是說delta h 我們現在要求的是delta h solution 當然是就把它這個加在一起 起始這加在一起 跟這之間差別 OK 我們一步一步的把它分解 其實這種分解呢 在做研究上面有利於說 到底今天這融解 放熱或吸熱 到底是哪一個步驟 是最嚴重的問題 好 solid 一開始要融在這水裡面 你要先把它拆掉 所以你要把它拆成一顆一顆的 這叫delta h1 所以它的這個地方呢 delta h1 就是separation of solid 要先把它分開來 對於固體來講 你可能把它整個拆開來 對於離子來講的話 它就是latish energy 就是把它變成是一個 把它整個拆開來 變成一顆一顆的陽離子和銀離子 那如果是金屬的話 你就把它拆開來變成一顆一顆原子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金屬件 它的能量是多少 OK 所以delta h1就是把一堆的固體的分子 把它拆成一顆一顆的原子 叫separation of 好 solvent的話 基本上你不可能把它拆成一顆一顆 因為它還是保持一體 你要把這個地方 騰出一個空間出來 所以有一些電腦模擬 就專門在算這個騰出空間 大概有多少能量 所以你要把它騰出來 像本來這個是密密麻麻的 我要騰出一個空間 讓這個橘色分子進來 OK 所以我要騰出一個空間的能量 所以本來是比較密的 你現在要騰出一個空間 這空間基本上在這地方 所以叫做cavity create 在solvent 在solvent裡面create一個cavity 它需要能量 因為它本來是性 它本來是在能量最靠近的 最骨底的地方 你要把它拉開來 所以這需要能量 這能量叫delta h2 delta h2 所以這兩個基本上都是大於0 都是正 因為你都要把原來吸引很密的能量 把它拉開來 OK 所以這基本上都是吸熱反應 所以大於0 好 一旦變分開有這空間了 我們就把它和在一起 這叫delta h3 delta h3就是把這個分子 塞到這空洞裡面來 塞進來它的能量是會 因為它們兩個 就橘色原子跟紅色原子互相靠近 所以它們吸引力就變大 所以能量就下降 所以通常這個能量是負號 負值 所以整個溶解模型分為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把固體的分子 就是結晶的分子把它拉開來 變一顆一個原子 第二個步驟就是把液體 產生出它的空隙 然後第三個就把它塞進去 OK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開始分辨 一個一個討論說 那這能量問題出在哪裡 那我們就可以用來解釋 為什麼極性一定要融在極性裡面 極性不會融在非極性裡面 非極性也不會融在極性裡面 那雖然說非極性放在極性裡面 它們還有反導作用力 那為什麼這兩個之間沒有 那我們就分別 就這個ΔH1ΔH2加ΔH3 就等於是solution 所以我們把這個式子就變成是ΔH1 加上ΔH2加上ΔH3 它們的符號分別是正正負 所以這三個加起來就可以確定說 它到底是希而反應還是方的反應 第一個我們先看 容易自己融自己 OK 如果今天上面是水 這邊也是水 所以基本上ΔH1 拉開的能量 加ΔH2加ΔH3的能量 那會等於0 因為再把它放進去 它就會回到原來的狀態 OK 這是我們稱為叫理想容易 如果今天水換成其他的 假設它譬如是雙氧水好了 因為它們兩個分子很靠近 是OOH 也就是說 它們兩個作用力很靠近 或是乙氧跟甲氧之間作用力也很靠近 所以使得它們拉開的能量 跟放進去的能量是一樣 你根本感覺不出它們之間差別 這個叫做理想容易 ideal solution 跟ideal gas是不一樣 ideal gas是說分子之間 沒有任何作用力 ideal solution是說 今天這兩個不同物質 可是它們作用力非常靠近 所以當你把某個物質 譬如把甲氧放到乙氧裡面 你發現它跟它自己在甲氧的作用力 是一模一樣 所以就會得到這樣子ideal solution 所以這是第一個要講的 ideal solution 就代表說這個ΔS solution 是等於0 就是你把自己分開以後再把它合在一起 事實上它們之間沒有任何的熱涵 不會吸熱也不會放熱反應 所以這叫做理想容易 理想容易呢 等到我們在談真6的時候呢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開始的物理的參數 然後等到它遠離理想容易的時候呢 它們這時候蒸發出來的蒸氣 就會遠離原來我們所說的一些重要的線性定理 好 所以這是理想容易 那我們接下來談的就是 如果是極性和極性作用力的話 極性分子跟極性分子之間作用力 然後非極性和非極性 然後極性和極性 極性和非極性 極性之間差別就是 這邊是強作用力 它有要把它拆開來的時候 就是固體是極性 這邊代表是固體好了 這邊代表是液體 固體一開始要拆出來的時候呢 它有包括一個是梵德瓦作用力 一個是diple-diple 如果還有氫件 你就把氫件 我們先把氫件拿掉 要不然這個格子不夠多 就極性分子而已 所以這之間要拆開來 需要正的能量 那這個呢 凡德瓦作用力 diple-diple 它是正的 所以這個都是屬於比較強的作用力 所以值都比較大 強 當你把它放進來的時候 便是放熱反應 他們之間也是凡德瓦和diple-diple 所以這是凡德瓦 diple 所以這也是變負的 但是它是強作用力 所以基本上 這是強加強減掉強 所以他們產生出來的結果 大部分不是靠近0 就是接近於0左右 所以他們會吸引力 類似理想容易 他們會融在一起 好 那另外一個呢 這是非極性作用力 所以它只有vande瓦 vande瓦 加vande瓦 減掉vande瓦 所以一樣 這個是正的 強 正的 對比弱 這邊是一個弱 因為它是弱作用力 這邊是負的弱 所以這個是幾乎等於0 當然會有一點差別 我們現在只是說一個極端的例子 他們很靠近 作用力非常靠近 重點是要解釋下面這個現象 這兩個之間極性和非極性 如果極性是固體 然後非極性是液體 我們剛才一個重要的論點就是說 非極性和極性之間 本來就有vande瓦作用力 它其實就跟非極性和非極性一樣 他們之間 雖然這個極性本身有diple 但是它會跟非極性之間的作用力 還是只剩下vande瓦 任何物質之間都有vande瓦作用力 所以我們現在看 第一個固體要拆掉 就是H1基本上它把它拆掉的話 這時候它所需要的力量就是 凡德瓦作用力加上diple作用力 所以這個是一個正值 而且是強作用力 液體要拆掉的時候只有弱作用力 只有凡德瓦作用力 所以videa vw 凡德瓦 interaction 所以這個也是正值 但是它是弱的 好 當它把它塞進去的時候 把極性分子塞到非極性的時候 這是我們剛才一開始的論點 就是我把極性塞到非極性 或是非極性塞到極性裡面 其實它們所產生出來的作用力 只有凡德瓦作用力 所以我們當時候的論點只有考慮到這一點 就是把極性塞到非極性 或者把非極性塞到極性 我們並沒有考慮到前面兩個作用力 就要把它拆開來作用力 那差別在哪裡 我們把它寫出 所以這是弱的 好 強的代表數值比較大 它是正值 弱的數值比較小是負值 正負 所以這個強的地方 這個要拆掉的力量非常的大值 所以這個大的正值 加上小的正值 減掉小的 因為這邊作用力呢 兩個吸在一起的作用力其實很弱 因為只有反倒的作用力 所以這永遠是大於0 所以極性放在非極性裡面 它的溶解現象的理論的溶解函 永遠都是大於0 不會小於0 因為它要拆掉強作用力的分子 不管是把它變成一顆一顆原子 或者是你要產生出cavity 基本上那個能量很高 後面即使有弱的反倒的作用力 都無法克服這邊的力量 所以他們基本上 一開始Δh solution 就是大於0 那我們剛才講過 Δh solution大於0 在低溫底下幾乎不可能發生 因為它是Δg大於0 除非你的entropy效應變大 所以對於固體來講的話 除非你把它加熱 加熱到某種程度 它們開始就會溶解 所以油和水 如果你加熱的溫度夠高 它溶解度會變大 所以這個是整個簡單的解釋 極性和非極性之間 它們之間的溶解函 事實上永遠都是大於0 最主要就是強作用力 你要拆開的時候 它需要很大的能量 即使你把它填進去 它們兩個之間互相作用力 只是弱的反倒的作用力 那個能量不足以補償 它一開始要拆掉它的能量 那能量實在太高了 這樣清楚嗎 好 在離子固體裡面 我們把它簡化成這三個過程 簡化成兩個過程 就是第一個固體你要拆掉的時候 離子固體要拆掉 我們叫做latest energy 就是從這個像NACL 你要把它變成是氣體的離子 所以這叫latest energy 在我們上一集的時候已經講過很多 所以delta HL就是 我們剛才說delta H1 固體要把它拆成一顆一顆原子 所以這個是delta HL 然後接下來液體本身要產生出cavity 然後再把這個離子氣體 塞到液體裡面 所以delta H2和delta H3 就合併在一起 這叫水和能 OK 水和能就是 同時把液體產生出空隙出來 再把氣體的離子把它塞進去 所以最後我們就變 這兩個是平常在物理課本 就是物化的使用手冊可以查出來 那上學期我們教過這個latest energy 它的實驗的值是怎麼出來的 理論值也可以求出來 hydrogen 就是hydration energy 就是水和能 也可以從實驗上面得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一些範例 水和能也是在上學期第一章 或第二章的時候我們就曾經提到 離子的水和能其實跟它本身的離子半徑有關係 跟它的電荷有關係 離子半徑越小 它的水和能就越大 因為它的靜電作用力Q除以R R越小的話 那當然就是Q over R的話 那個值就越來越大 靜電作用力就越大 那電荷更不用講 因為這Q上面就變成是 正一價正二價 所以其實還是談到簡單的酷仁作用力 R分之Q決定的水和能 所以這個地方還是使用R分之Q 一個簡單的公式Q越大 就正一價要不然就正二價 它水和能就越大 半徑越小 它水和能就越大 所以從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對於不同的金屬原子來講 NaF它的作用力是最大 因為這時候F的銀離子最小 同樣電荷 所以隨著銀離子越來越大 它的水和能就越來越小 好 所以這個是基本的一個 它是Ion Dipole Interaction 在上次上學期第五章就提過了 Hydration 好 那這個就是再回顧一下我們剛才所說的 所以Entropy Solution 基本上呢 在固體融在液體裡面的時候呢 它的亂度一定是增加 因為它排列的組合變多了 液體雖然本來就有一些亂度比較大 但是當你有雜質進去的時候呢 它的排列組合就變更多了 就好像同樣的是十個白球在排列 那如果你是十個白球加兩個紅球 那它的排列組合就變更多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這排列組合會隨著雜質進去 它的排列越來越多 Entropy就越來越大 所以固體的Entropy一定是變大 那氣體剛好相反 OK 好 那這邊就是簡單的介紹 如果是放熱反應或吸熱反應 那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Delta H G Solution 所以基本公式還是Delta G Solution 等於Delta H Solution 所以一開始如果是吸熱反應 所以Delta H Solution 是大於0 那我們其實是要追求它小於0 這時候才會溶解 OK 所以在低溫底下 OK 在低溫的時候 這個低溫的時候 假設極致點就0度K 它不會溶解 好 這個呢 氣熱反應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如果是氣體部分 如果是氣體部分 Gas 第二個是Solid 所以呢 Gas呢 通常它的情形就是 它的Solution的變化 Entropy的變化 它是變成是小於0 那這個呢 Delta H Solution的變化 通常是大於0 OK 好 所以這時候它隨著溫度上升 當它溫度上升的時候 和這邊溫度上升的時候 因為Entropy大於0 我們講過 當它大於0的時候 這邊是正的 溫度上升呢 會使得這個值呢 有可能 在某一個溫度的時候呢 使得它Delta G 在某個溫度的時候 Delta G Solution 會小於0 但是對於氣體來講 如果一開始C2反應的話 它永遠呢 這個Delta S Solution Delta G Solution 永遠都大於 At any temperature 所以它永遠不溶解 OK 那對於固體來講的話 在某個溫度它就會溶解 反之如果今天呢 這個是一個從吸熱變成放熱 它變成放熱 所以這個值呢 就變成是 從大於0變小於0 一旦小於0 在低溫的時候就會溶解 所以這個地方 它就會開始溶解 低溫的時候就會溶解 那隨著溫度上升 因為它的entropy是大於0 所以在某個溫度的時候呢 這個Delta G就會大於0 它就再也不溶解 所以這個地方 兩個人剛好有點對調 所以這個地方 Delta G Solution 一開始是小於0 因為它entropy 所以在某個溫度 它會變大於0 那這氣體再也不會溶解 at some temperature 在某個溫度 然後這個是永遠 就是Delta G Solution 永遠都是小於0 OK 那我們就把這個整個 就是在吸熱反應或放熱反應 就簡單的整理出來 是像這樣的情形 這樣沒問題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剛才看到的 我們就去看實驗的結果 所以實驗的結果 你會發現 氣體來講的話 這個大概你們高中可能都看過 隨著溫度上升 氣體的溶解度 就越來越下降 因為它的entropy 基本上永遠都是變小 小於0 所以它隨溫度下降 Delta G就越來越正 所以不可能會溶解變大 OK 所以這沒有什麼例外現象 好 固體就比較奇怪 做了實驗以後就發現說 不是每個固體的這個值都是 我們想像中這麼大的值 我們一直以為固體 溶在水裡面 entropy會大於0 OK 因為我們剛才說 白球裡面多一些紅球 然後它排血組合 結果你會發現 有一些現象不是這樣 第一個 像碳酸0 OK 那還有這個地方是 硫酸鈉 OK 水溫度就下降 照理說對固體大部分其實就是這樣上去 因為它entropy是變大 那為什麼它會有這種特殊現象 幾個 第一個 我們先講梨 梨比較容易講 梨它是很小的 OK 那梨因為它這個原子太小了 它會抓的水分子 所以它會產生出類似 我們叫cage effect 或是clustering effect 類似水核 梨這個本身在這地方 一直緊抓的某些水分子 這水分子好像把它變成一個水牢一樣 所以這邊水分子它的傷就變小了 因為它這邊會抓的類似水核物 把它緊緊卡在那個地方 抓的不放 所以這是少數的 有可能會發生的 從這個地方實驗看到的就是 像這個它隨著溫度上升 反而溶解度下降 所以這是幾個比較特殊的 要不然固體來講 大部分都是隨著溫度上升 它就溶解度變大 好 那下一個 那這最後的簡單的複習一下 好 那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從這下面裡面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請你找出來 Delta h solution 這邊打錯 這個應該是h OK 我回去再把它修正 這個是h 這個是整個溶解肋 OK 這個表格是溶解肋 課本上面的 這是Delta h 好 所以呢請你在這個表格裡面 找到氯化離 氯化鈴 氯化銀 它的溶解肋 OK 從這邊1 2 3 這邊 好 所以這邊代表是Delta h 就只我們現在查的是這個值 所以這個表格是這個值 那你要查出來 氯化鈴 氯化 氯化鈴 氯化鉀 然後請你呢 比較說 到底這氯化鈴呢 它的Latis energy比較大 還是它水和能比較大 然後氯化鈴的Latis energy比較大 還是水和能比較大 然後在AgCl呢 哪一個能量比較大 OK 好 所以我們就把水和能呢 查出來以後 Wh solution 劃分成三個 Wh1 Wh2 Wh3 Wh1就是把固體拆成原子 Wh2呢 就把液體產生出空隙 Wh3就把它塞進去 對於離子來講呢 它把它簡化成 只有兩個步驟 就是固 離子固體把它拆成是 氣體的離子 OK 就是Latis energy H 加上呢 Delta H H Hydration 就把這些氣體的離子 直接塞到液體裡面 那液體同時要產生出空隙 讓它填進去 那通常這個是正值 這個是負值 OK 所以如果你把它 式子寫成是絕對值 因為我們要比較它的大小 它就變成減號絕對值 是Delta H Hydration 這邊是 OK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查表 離化氯 氯化鈉 氯化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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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氯化銀 好 氯化鈴呢 我們得到的是-37 這個Solution 它等於它的Delta H 是-37 就是-37 千 joule per mole 下面這個值比較正3.9 正3.9 OK 再來這邊是正65.5 所以這個 它的吸熱就吸很多的熱 對於氯化鈴來講的話 所以它是 這個是小於0 這個接近於0 大於0 這個大於遠大於0 OK 那你把這式子套進去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得到的是 Delta HL 減掉絕對值Delta H Hydration 它必須要小於0 所以我們得到的一個式子 對於氯化鈴來講 我們得到的式子呢 就是得到的是 Delta HL Lattest Energy 會小於 絕對值Delta H Hydration 是這個式子 所以呢 它的 對於這個來講的話 它的水和能比較大 它的金格熱比較小 所以基本上是這個式子 有沒有問題 同樣的情形 你也可得到 這個式子呢 會得到的是 Delta HL 因為它的正值 Delta HL 就會大於絕對值Delta H Hydration 所以這邊呢 綠化鈴要把它拆掉的金格熱就比較大 它水流反而比較少 因為它變成吸熱反應 它的放熱出來的熱量 沒辦法補償它的 它的一開始要拆掉它的能量 那 綠化銀 那就更大 因為綠化銀呢 如果你們去查的話 銀離子其實還蠻小的 所以這個呢 是遠大於 它金格熱呢 是遠大於 它的水和能 那我們把上面這式子 如果 大家沒看清楚 我就把這個寫清楚 所以因為這樣的結果 我們會得到的是 OK 好 所以從這個水和含 你就可以知道 判斷說金格熱和它的水和含之間的關係 從溶解含 那最後呢 我們來解釋說 為什麼在絲紋底下呢 綠化銀還不會溶解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它的吸熱實在太大了 所以即使它的entropy變大了 但是呢 溫度乘上去 還沒有辦法去克服這個吸熱的熱量 所以它沒有辦法溶解 那對於綠化銀來講的話 它是吸熱反應 所以呢 即使 因為它吸熱不是太大 大概3.9 所以你溫度上升到某個溫度 它就完全溶解了 事實上在很低溫 5度C它都可以溶解掉 那只是它溶解的時候 它是一個吸熱反應 所以鹽巴溶在水裡面 溫度會下降 它不會放熱 好 我們這一堂課就上到這邊 我們可以見到這邊 我們這次到這邊 見到這邊 是有節目 我們下集你 了